日本给全球送核飞水 中国给它一口棺材早点入土为安 免得祸害一千年 日本农业那么精致 却连一口棺材都做不好 90%都从中国进口 2017年日本奇葩综艺来中国做节目 挖掘日本常用的产品 哪些是中国制造 山东曹县的棺材就是其中一个 日本人死后90%的棺材 都是出产自撤裂 曹县每年向日本出口30万副棺材 算是殡葬事业的之处 曹县人为了更符合日本人的喜好 还对风土人情进行了研究 日本人死后会连带着棺木一起火化 与中国的土葬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质量方面比较轻 还一燃的炮铜木 正好曹县也生产炮铜树 收购起来价格也合适 日本在身后市方面还是有点迷信的 很多棺材还有雕花 花鸟虫鱼都是最简单的 经常做的都是樱花图案 很多时候都是日本人提供图样 曹县的老师傅们开始雕刻 必须要吉祥弹雅 十几年前曹县最受欢迎的棺木 都是三四千左右的价位 但近几年社会变了几百块钱的棺木 更加流行 可能是现在日本人都喜欢极简风格 对于身后市也没那么重视了 山东竟然生产了日本90%的棺材 嘴上说着坚决不用中国制造 背地里却买到飞解 山东曹县有30万人都从事木材加工 年产值达到了惊人的500亿 直接把全县的GDP给顶上去了 前两年还有位曹县的老板 为给30岁的女儿生婚 之前亮牌说价装是八家棺材店 估价700万 这时候那点的忌讳都没有了 好多小伙子疯狂冒名 评论区都开始相亲 最初时 曹县每个月都要出口2万副棺材到日本 一年不过1亿多点 人民赚的也少 后来改变策略 把日本当地的商业给抢过来 降低价格 日本一个老师傅雕花 一天需要七八百 在曹县只需要几十块钱 本土一副炮铜棺材售价8万日元 曹县出口价格 对半看4万日元 用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本土最顶级的产品 后来曹县还发展出了布棺 每年出口的30万副棺材中 18万是木棺 12万是布棺 曹县的棺材在日本火了 他们还拓展漫途到全球各地 意大利 欧洲 美国等地都在用曹县棺材 曹县棺材走红日本 可每个月要消耗650棵炮铜树 有人说这是日本的陷阱 消耗中国资源 刚开始曹县只是一个生产商 生产棺材给跨境商人 直到千禧年前后 才转变到字体售卖 他们做棺材的手艺 传承了两三代人 从小就知道 做棺材并不会洗 相反是很吉祥的一些事 为人了却深厚是 为了测试棺材的舒适度 他们会自己躺进去 忙忙碌碌一辈子 现在终于能够好好休息了 日本人很注重品质 棺木不可以有裂痕 瑕疵 线头都不行 一个棺材需要30多道工具 钉子必须深入木材12厘米 比较特殊的是 在正对人脸的那个位置 还要开一扇荷叶窗 举行葬礼时 可以让亲友占仰一荣 他们顶配的价格 就是3000块钱一口 其实用资源换钱财 没什么不对 不然让人家平白无故给钱嘛 曹县传承了好几代的 木材雕花手艺 到现在都能反中长盛 一年干出500亿 种种迹象都表明 他们在收割树木的时候 也会种下树苗 这样循环发展才能持久 木材雕花手艺